大家好,我是吳仔 哇,這一節就八卦了 黃森榮和靚妹抱著 有人網傳說 師生女 哇,這麼大的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會跟進一下黃森榮 抱著靚妹去主題樂園 究竟誰是生婦呢? 網民說有三個 另外呢 三個不多 另外呢 會說林明禎 後悔入行 哇,後悔嗎? 不是吧? 有人說是公關災難 不要說後悔 喵喵,你什麼事? 香港票房 number three 你竟然這樣說話 我先說黃森榮 三十四歲的黃森榮 剛剛早前生了一天 我說他又漂亮又盛盛盛 傳媒好像都對他幾客氣 是啊,你不捧他沒得殺 你一定捧起他 34歲生日 每天蓄個丸子頭少女感 滿滿 又用少女感 他說 做好自己吧 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IG story寫 一年後我們又見面 希望不會有什麼 將他們分開 原來有三姊妹 我也不知道他這麼多女 深妙英文留言 我決定要用我所有的愛 來寵壞你 祝你生日快樂 我的寶貝妹妹 就是說 我出生那一天 不是我生日最好那一天 但你一直以來都令我們很開心 保持甜蜜 漂亮健康 我們永遠的小孩 開心心 到過一個生日 都很多人喜歡的 不是對他的印象那麼差 但之前我講影片的時候 當然有人說 一天小心 一世小心 我心想你留言 是神經病的 搶到你老爸 還是搶到你老公 過了去吧 不是啊 現在話風一轉 抱著那個小妹妹 又說師生女又等等 三個可能性 我們知道有三個男主角 馬國明 許智安 還有一個 黎曼 是的 師生女多大 看看年紀 幾歲 幾歲 幾歲啊 很小 保護小朋友 一定要打格幾個樣子 那 猜吧 網友說 喂 我現在發相片給我 現在這樣 那怎麼辦 我當然要找資料看 那 他說這個之前 猜一下 肯定就不是黎曼 黎曼剛剛才來的 這麼快 這麼大個女兒 不是吧 不是複雜的 以那個年紀來看 最快 最直接 應該就是馬國明 但是馬國明 又跟許智安重疊 如果你說黎曼也有份 那時候就變成四角 不是 算是鄭秀文五角 這樣嗎 不是 不是 黎曼那時候好像有個未婚妻 六角 六角大封相 即是當黎曼不是 馬國明 就是看樣子 有點像 小小的 鼻長長 應該不是許智安 眼大一點 看一看 他說 報紙說他 抱著 流露出一個慈母的樣子 王生榮的樣子 不奸 他做的角色 都是 那些 好像會默默努力 那些女主角 因為他的樣子 就是想不到 他這些樣子 是女人喜歡他 因為他 不是太過妖艷 不過之後 你感覺到他 哇 鄭秀文 你也敢錄 那些人 當然不喜歡他 那我開鼓了 他去主題樂園 玩 抱著那個是兒生女 不是私生女 差一個字 安心事件之後 不過我這樣說 范冰冰的弟弟 別人都說是范冰冰的兒子 這些你說不完 真的說不完 怎麼知道 你說是甚麼 別人說是便是 別人自己知道便可以 我說范冰冰 其實王生榮 淡出了娛樂圈四年 你上網看很多人是不放過他 這個幕前很難做 這個幕前 現在有這樣的互動 大家又可以留言 我不想看到他 Cancel文化 你很難在螢幕上見到他 除非看甚麼 重播劇 社交媒體都小鋪 你要知道近方 你又要看她這個姐姐 王心美 王心妙 王心美妙 美妙 她是三姊妹 為妹妹慶祝生日 你就見到她 不然她也不公開 免得在下面留言 其實王心明也OK 之前有人說她出家 是否去佛法會 其實也挺好的 叫做兇了那個人 不用想太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我想她曾經有想過可以復出的 但她看到網民有如洪水般的 那時候怎麼擋 擋不住的 跟那個小妹 拍照的人 有師生女 不用快說 發達了 這次 我當然是看 我當然要想一想 怎麼說 然後再說個事實給你們聽 最近 王心妙 分享一行十九人去主題樂園 哇 賺了你成皮 那裏 當中 見到王心榮 抱著一個美女 特別名借 依依陪她 慶祝生日 作為依依的心榮 就沒有擺起長輩的架子 跟那些小妹仔玩得 不逆樂符 非常高興 就好 人家有家庭樂 其實也好 不做娛樂圈 不做娛樂圈 繼續有娛樂新聞出 只不過娛樂圈 不可以再賺錢 但記者或者我們的Youtuber 是說娛樂的 都是用你來賺錢 是吧 一日藝人 一世藝人 你說不做就不做嗎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是啊 我不是只說他 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啊 但是說他很溫馨 其實我樣子沒有怎麼變 黃心榮 我樣子又好笑 唉 唉 就是那個女人偷吃了 別人的老公 這些東西被你知道了 就是了 沒得說的 那個印象是在的 但是 都過去了 是不是 真的過去了 還有什麼流暖 馬國明都快要結婚了 他們的細胞 你說他跟那邊摩擦過 那塊皮 那塊皮都不是那塊皮 你的細胞都已經脫了出來 人家的肉身也過去了 但是有些人就是 娛樂八卦我不行 不放過他 你為什麼不放過他 人家得罪你什麼 放過人家 是呀 這樣咯 好嗎 就這樣吧 祝你 一家都幸幸福福 開心心 最緊要 不要再搞一會 因為他不敢了 那時候 就是這些 你不怪得只是個女人 你不斷罵個女人 許智安也是個混蛋 你真是 許智安被人強姦嗎 對不對 這些 你沒得人追著黃心榮 小心啊 你怎麼這麼刺激 那許智安 是不是 所以我也 做男人也是有些位 真的看不起的 沒有辦法 以前我也覺得他的人是很好 只是那個位子蠢一點 偶像就是 我幻想我自己可以成為你 我開心 如果我成為你 就糟糕了 對不對 你認識的嘛 那個兒子 別人是女兒 你沒東西吃 不是餓到這樣 那你還敢復出 沒什麼復出的啦 當然有些人說 隨便吧 他那些人 說許智安這些 都是 有錢用不完 出來找些事情搞一下 他又會唱歌 不唱歌不知道做什麼 粗得這麼降調 難道去做地盤嗎 是不是 那些人出來玩一下 沒什麼的 那林明禎 說林明禎為什麼後悔入行 是不是被人搞過來 那麼美女 小姐 吃得咸魚 抵得渴 別人說 他走進大學裡賣慘 分享這個辛酸 網民說他口是心非 你有多慘啊 林明禎 我也想看你有多慘 他曾經後悔入行 以慮洗臉 網民說 你是不是啊 泛起工心啊 喵喵 有份做 票房大收七千萬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他 喜歡你什麼 喜歡你說話不正 那時候舒淇也是說話不正 喜歡你的樣子和身材 內涵未看到 暫時我未看到 可能有些粉絲說 不是一個好人的 做很多善事 我未看到 你告訴我 現在進了浸會大學 做港師 港助嘉賓 不是港師 港助嘉賓 主題就是 由網絡甜心到演員之路 曾經是網絡甜心 想不到林明禎當年 無心插樓入行做明星 因為壓力大 曾經很抗拒 又後悔 所以就說 你不要以為名校 才說大壓力 林明禎也大壓力 他每天習慣意淚洗臉 此言一出 網民說你口是心非 輸打贏要 其實他也是回顧入行新鮮 現在都不知道要多享受 輸打贏要 好 好啊 說得好 輸打贏要 你又想起 五仔想暗示些什麼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是不是有人輸打贏要 我幾條片都有講題 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 唉 不要說太多了 待會有人說 我帶風向 帶什麼春夜風向 說話是說兩邊的 我討論 大家可能有些不知道我講的 但有些人知道 我討論一件事 如果我一定要跟你這樣想的 就不是討論 就是講你想聽的東西 但你想聽的東西未必是他想聽的 因為我講一些我覺的都是這樣的事 你覺得不適合就聽別人 是不是這樣說 你不要說人家帶風向 言論自由的社會有什麼風向可帶 跟政治無關的東西 純粹是個人看法 唉 林明禎也不小了 32歲了 32歲就不同了 十幾歲就被人 什麼 三十幾歲可以的 三十幾歲 那些人可以說他 因為近來有太多這些事件 你問我就差不多 林明禎說自己 入行後悔 意淚洗臉 那些人說你輸打贏 港者亞棍 沒有履行 港者職集 一年都未夠 又說斷藥 那些人又批鬥他 簽了藥又不早 你八婆什麼成成 又是這樣 唉 就是這樣 以前有首歌 年紀少不等於我試初 現在不是的 年紀大 你就一定不對 就是這樣 唉 記住 我沒有說什麼 我沒有說什麼 這裡 好了 接著說說其他 林明禎 在這個在場 不斷嘗試用廣東話回答題文 嘗試而已 他不涵不淡那些 但看得出他都很努力 獲得觀眾拍掌鼓勵 當年入行 表示 14年底 因為姐姐一句說話 改變她一生 原來起初 工作和娛樂圈完全無關 因為工作壓力大 姐姐跟她說 明禎 我跟你說 有個APP很好玩 叫Instagram 你只要將她相傳上去 就要來 我猜她姐姐 有這個口音 結果 林明禎就在IG分享美照 很快做了網紅 宅男女神 喵喵 的原生就是林明禎 林明禎是否天生一副明星相呢 OK啦 OK啦 漂亮的 很多人都覺得她漂亮 但我心目中的漂亮 又不是這種漂亮 就是 不要裝作 有吃吃不吃 一定吃 有吃不吃 最大惡極 是真的 我會面對自己 但不會有吃 放心 沒有 不然你問我這樣回答你 很多娛樂公司都說要簽她 當時她說 仰你身材正 林明禎坦然當時感覺好奇妙 可以當工作接種而來 她選得非常抗拒 她說 我沒想過做藝人 她沒想過 因為那時她準備去讀書 那時已經交了學費 學費 突然間有這個機會 當時仍在美容院做的 她說林明禎 她說獲得一位大馬歌手 親自聯絡她 問她有沒有興趣成為歌手 不過林明禎表示自己唱歌是興趣 沒有專業知識 對方極力遊說她 沒有關係的 我們可以提供很多相關的免費培訓 培訓? 是否睡了所以後悔呢? 當時林明禎 忍來忍去決定不到 林媽媽對她說 人生更短暫 有新的想事 你更年輕 為何不去闖一闖 林媽媽的鼓勵下 林明禎就放膽一試了 2015年 在台灣呢 就剪下這個演藝事業了 哦 她說 曾經每日隔空和老母哭訴 她平淡的打工仔變成萬人迷 林明禎 坦然日行初期 非常不習慣 她說 每一天 我的學 覺得我軟膽了 因為第一次離家怎麼軟 有台灣一個人住 我每次都打電話給媽媽 哭著 媽媽 我做錯決定了 我不要 她們每一天 向我面對鏡頭說話 而面對鏡頭 自我介紹 還要笑 又要我拍照 我好不習慣 對她們來說很難 很難嗎 喂 年輕的時候就比現在漂亮 青春 真可愛 青春 哎 現在就 都漂亮 她來香港第一部戲叫做 舊姜青到哭 阿恆仔找她 好像是 拍攝期間因為太辛苦 不斷吐苦水 林明禎又甚至拍戲很累 甚至不想做演員 不過她入行 即入場看完這部戲 心態又改變 過程很珍貴 很多回憶 讓我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那一刻我突然心靈 我想自作做演員 那一刻我叫上演戲 這樣 網民就說她 口是心肥 不想做 自己退出 在賣慘 有人留言 不要輸打贏要 你收多少錢一個廣告 哭完有錢送 哭多幾次 被人家扎著腳 所以扎到哭 哇 那些網民說些話 甚至說到 跟MV女友一樣 每個人都說不想做 但身體其實很爽 哇 真是衰格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很多人 都會後悔做這行 後悔過 說一下也不行 提一下也不行 哇 我也後悔過 我當時打算轉 即是做電視台 那天天也是這樣 我後悔 但我沒有後悔入行 我想轉行 想做別的事 是的 他們可能女生壓力比較大 是的 我剛才說那些 我說 你對年紀大那些 就開始這樣打他 小的那些又不是什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我的心態 我只是說一些網民 你就是我 我怎麼看 我有什麼怎麼看 人就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的 當然是這樣的 好的東西 當然是拿自己 不好的東西 也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給他播 你肯定是這樣的 你問我覺得 肯定是這樣的 我曾經有些東西出了街 我不想被人播 我也要被人播 我不是說那些東西 我被人冤枉他也要出街 那怎麼辦 怎麼 大風向在那裡 在那個媒體上 我不是說TVB 那個媒體已經是倒閉了 我免得說 待會你說 我突然說這些東西 又有東西爆 五仔 我和窮飛龍都知道 我和窮飛龍一起被人出迷 我們都不是說那些東西 他的意思 就是某一份報紙 我們都不是說A 他的報紙說想要A 就是這樣說 有左邊右 有中間 他要左 我們是中間的 他死到說我們左 我出街了 那怎麼辦 幸好那時候不用被人抓 如果不是就糟了 跟你說 這個圈很複雜 利用了你都不知道 今天說這些東西 你們說什麼 五仔 明白就明白 明白就黎明 也是叫做打化時間 下次再聊 拜拜